我会称它为淡水河岸skyline计划 特别用3D特效动画细细描述环河南北路 因为防洪墙挡住了淡水河岸的美景 姚文志新一波的政策宣传短片 提出淡水河右岸skyline计划 要让环河南北路成为清水清律的空中走廊 环河北路连线大概两公里左右 两公里左右 在三楼九米高 也就是提防了高度的地方 它划设一个不规则多边的跨地的平台 提西区翻转愿景外 姚文志也批评柯文哲 虽然台北登节办在西区力图奋起 但西区翻转计划完成度只有1% 接下来还会继续以翻转台北作为号召 提出更多实证愿景 台北的东区问题不大 最大的问题在西区 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如何翻转西区 要用政策蓝图让选民知道对建设北市的规划 姚文志端政策外被问到传出年初党主席蔡英文曾与柯文哲会面 导致现在对于要与柯文哲合作或自推人选迟迟没有结论 不管从各种条件来看 民主进步党应该要赶快找出一个内部协调的机制 而这个机制是要协助民进党推出候选人 然后推出未来台北市重要的政策跟愿景 备战台北市场选战 姚文志运筹帷幄 做足准备随时上战场 一较高下 环宇新闻林继强盯上成 台北报道